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APP出来之后呢 您就挑选本地电台KSQQ 就可以在7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放到我们自己的网站和新浪微博 还有YouTube上面大家都可以用搜索SBC Media的方式 来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节目在上半场 访问股票分析师J梗 J你好 大家好 周超姐好 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 我们会保留时间来供听众朋友的call in 主播式的电话号码是650-968-2000 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按照您的先后顺序来回答您的问题 在今天礼拜四收盘是涨跌不一的 经济的数据显示 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创了历史的最大降幅 下降了32% 估计第三季度呢 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并且第一次申请救济金的人数 连续第二个礼拜攀升 多家科技的巨头的财报是受到关注的 现在在盘后都已经报了业绩了 并且盘后这几家高科技的公司的股票呢 也都是上升的 其中上涨最多的到目前为止是Amazon 上涨了152块 好截止收盘到指下跌225.92 报26313.65 纳指上涨44.87 报10587.81 标普500指数小跌12.22 报到3246.22 好首先评论一下 这个现在的经济的基本面 通通是由于Corona virus所产生的 我们加州的朋友呢 都是喜欢永远跑世界第一 那这次Corona virus 加州变成了全美的第一 原来纽约是全美第一 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四名了 其实在这个榜单上面 越排后面越好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松懈 而且现在还是Shut down 还是Shelter in place 大家千万要注意 并且Dr. Fossey在今天重申 不但要戴口罩 而且要戴Goggles 就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最好的方法呢 你如果要用一个Face Shield 也是Double Protection 希望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保持健康保持心情的愉快 好 建议来给我们今天的股市 做一个opening remark 好吗 好的 那么从今天的整个这个盘市场来看的话呢 三大指数的这个热点呢 是在于盘后 那么有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 纷纷的爆出了业底 苹果亚马逊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苹果 苹果电脑的话 他的这个有消息说 他要一股再分成四股 那么这样的话 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我觉得这是对于市场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毕竟呢 股价呢 并不是像亚马逊啊 谷歌啊 那么高高在上 那么那可以把这个股价呢 这个再 占低一些 对 让更多的这个投资者参与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苹果 苹果电脑的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焦头 焦头量啊 这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帮助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目前整个这个市场呢 这个板块啊 一期还是围绕了这个电动汽车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这个理想汽车 这个IPO的上市 第一天的话呢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收盘来到了15块多 那么从整个的这个 区域市场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于市场来讲 7月份的话呢 行情已经基本上就算结束了 因为呢 我们看明天的话呢 还有最后一个 等于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但是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我倒是认为呢 三大指数呢 应该可以呈现出一个掌跌呼线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 8月初的话呢 嗯 大家呢 就要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短线上的话呢 我到我还是和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呃这个观点呢 能保持一致的 当然是看这个短线上的一个调整节奏的出现 那么这个调整的话呢 呃我还是认为是一个局部的调整 一个起盘的一个节奏 那么大家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逢低呢 去介入这个市场 顺势去交易就可以了 啊然后呢 对于一些个股 或者是涨势非常伶俐的个股的话呢 可以做稍微做一下 适当的 呃这个这个看空的去操作 嗯 因为呢 毕竟如果是说 在这在地图指标啊 还有一些这个 呃股价的表现上来看的话 如果说接近于 这个前期的高点 或者是呈现出一个超买节奏 或者是呈现出超买信号的 这种这种个股的来讲的话呢 呃我觉得不妨可以 试着去做空一下 嗯 OK 在上一次的访谈中 您认为八月份 尤其是上半期的八月份呢 可能会股市成为一种回调的节奏 那这种看法到今天看起来 您还是赞成这种说法吗 呃是的 还是还是持有这种说法 然后呢 标普的话呢 我们还是关注这个三千一百五十点 呃这个这个回调的一个支撑点位吧 我还是倾向于市场呢 呃如果是健康的去呃去上涨 去进行一个回吐 然后呢 进行一个换手 呃我解的这样的话呢 这个可以在日后的行情当中呃可以维持的更长久一些 OK好 标普500今天是收在3246 如果3100是它的支撑点的话 距离现在几乎还有100点的距离 那如果是道琼斯和纳什达克 是不是同样百分比的回调是它的支撑点呢 好的 呃从道指的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整个这个节奏 我认为 呃道指是三大指数当中呢 是最弱了一个 所以说呢还是 我还是相当于保守一些吧 把它的调整点位呢 放在25000点 也就是说向下的话呢 或许大概拥有一个1000 1000 1400点的一个调整幅度吧 哦 OK 好好 那像今天的科技股啊 呃在像Apple Google Amazon Facebook Microsoft 在盘中呢 通通是上涨 除了Microsoft的小跌了一毛六之外 在盘后 像Apple增加了24.79 当然这个数字随时会变 Google上涨是9块5毛5 Amazon上涨最多 因为它的Earning呢 是从估计的每股赚3块钱 结果事实上是赚了12块多 那造成它的盘后是上涨152块 Facebook盘后上涨15.25 Microsoft的是小涨了1块3 这个是目前的情况 在明天的盘前 又会有什么风吹草动 投资人如何接受它 反应在股价上面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在公司有401K的人呢 其实他们已经都收到第二季度的月 季度报表了 他们都非常开心 如果您挑选的差不多的话 都不错的话 401K在第二季度是上涨20%以上 看您挑的是哪一个group 那有的人就说现在要不要做调整啊 或者要不要Risk Cash了 其实Risk Cash是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说调整也就是sector rotation 您觉得在第三季度有没有这个必要 7月8月9月 好的 那么从整个的市场运行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对于8月的行情啊 我也是预计这个局部的调整时间的话呢 会放在前十个交易日 那么也就是前两周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话呢 其实也是比较短的 那么如果说大家呢 进行一个调整的话 我觉得倒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毕竟呢401K的话呢 我们是每个月的话 当然是会往账号里去存钱嘛 那么在这个前两周的话 那么出现这种局部的调整啊 也可以相当于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sector上的一个调整 但是我认为啊 对于牛市当中的做股或者是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 呃 它既然处于处于超买的 那么它仍然是处于超买的 会之后的去上 继续的上涨 所以说呢 我认为 呃 调整仓位的话呢 倒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必要 关键就是说 我们逢低的话 我们继续买进就可以了 逢低继续买进 OK 逢低买进 那刚才也把支撑点说了 可以说是 近期的支撑点就是逢低买进的时候 如果说稍稍作为调整 要转到像现在的黄金白银 还有比特币的类种中间吗 是您会做的事情吗 如果要行业调整的话 好的 黄金的话呢 从中长期来讲的话 黄金它受了几个元 几个因素的影响 那么它出现这种 呃 它有一个趋势性行情 首先呢 中美的一个贸易战的影响 这个局势不稳定 避险 那么其次的话呢 就是说 呃 对于市场很高的话 也有一个避险的一个 也是避险当中的一个投资标的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黄金 长期来讲的话呢 还是可以必须的往上去看 只不过黄金呢 这一轮涨势啊 它走出是一个单据行情 而且呢 这个涨势的话呢 也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了 所以说呢 那我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黄金呢 不 不继续的建议去 目前的点位去介入 或者是追涨 毕竟整个这个市场呢 整个这个趋势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作为一个避险的一个品种来讲的话 目前它暂时起不到避险的作用 反而的话呢 会 呃 因为这个技术面啊 可以 软线上可以出现这个向下的调整 不过调整的过程当中 黄金的话呢 还是可以 进行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一个介入 然后呢 白银的话呢 我觉得倒是 嗯 倒是不错的 它 它毕竟已经突破了一个长达三四年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吧 啊 那么白银的话呢 我认为可以 呃 可以考虑去介入 相比 相比黄金来讲 我觉得白银板块的话 它的就是有些个股啊板块 它都出现一定的侍候性 看看他们 看看能不能出现这种不涨的航空吧 是 白银大家通常都认为 就是涨的呢 就没有像黄金这么凌厉 但是也是已经有五六年的这种在交易期间都不动 现在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如尤其是月线图 所以SLV作为白银的ETF 那这个月图呢 看起来是一个月上涨了27个percent 是可圈可点的 那这个也回答了今天听众朋友们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到了中场要休息的时候 电话来询问股票的已经非常多 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容纳更多 6509682000 今天呢就由J梗在空中为您回答 J梗的微信号 大家记下 可以加 是JAYGENG001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日本富士智能按摩椅 顶级型折扣高达60% 为您的健康长寿保驾护航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Charles Zhao 介绍房贷利率30年新低 如何把握重贷好时机 理财顾问7-2 奖息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 提前退休多倍收入 8月1号2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本宴杰房地产经济 Compass Real Estate Fremont三房2.5日 独栋别墅1737平方尺 开价1198000 6508671248 6508671248 BRE No.01377923 老公啊我出车祸了怎么办呀 啊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 415-269-1803 Max Roe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oe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oe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steal Max Roe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oe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弯曲著名的三准医师 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emont和Cample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408-340-5653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 Alps Velo 三折电动助力自行车 独家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杰耿你好 大家好 记得在20年前 我们创办矽谷华人电台 就开始讲股票 在那个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有一个三到五分钟的单元 叫做投资 back to 101 basic 101 投资字典 每次都讲这个 在trading股票上面的一些名词 那么这个就印证了 像今天有位听众朋友 他说Jagan刚才提到 做空 什么叫做做空 我觉得这个朋友很勇敢 因为好久以来 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嘉宾 还有我自己的程度 就这样讲出去 的确是忽略了一些 刚刚入股市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的话 就可以发觉最近在YouTube上面 做YouTuber 讲股票的人用华语 就是用中国话讲的越来越多 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就由我们的Jay来替我们解释 何会做空 好的好的 那么大家呢 都喜欢买股票哈 因为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 跟我的学员啊 进行一对一的这种输教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些概念上的话呢 就是说跟 需要跟他们进行一个纠正 比如说呢 明明是Self Food 然后呢 大家呢 天天说成我买了一个Self Food 所以说呢 总认为自己手中的 只要有仓位的话呢 大家都是买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 像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 做空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通常的话呢 我们都是去买股票 买股票的话呢 当然是我们 买股票的话 我们都是说买低卖高 对吧 买低卖高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方向 我们倾向股价的波动方向呢 是上涨的 是往多方去发展的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呢 叫做多 那么反之的话呢 那如果是说你手中没有股票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 从第三方啊 去借股票 然后呢 去卖 然后等股价低下来的时候呢 你再把股票买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是属于整个这个过程啊 它是属于那种做空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你做多的时候呢 是股价上涨 你能赚到钱 做空的时候 做空的时候呢 是说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赚到钱 这是一个过程 对 嗯 嗯 呀呀好好 那当然这个呢 也有很直接的 就做空这支个股 那也可以买看空 就是看跌股市的ETF 有好几种方法 好 那这梗的微信号呢 您就可以加入了它呢 以后就可以了解更多的 Trading的一些行情 还有一些记录 JAY GENG 001 OK 那么现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大家关心的都是疫情 那这个市场可能在八月的上旬 会回调十个交易日 或者是两个礼拜 之后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股票可能会跟美元一样 一泄千里 另外一个说法呢 更趋于现在的市场的走势 就是说调整完毕又继续上涨 那么我们的眼睛总是要盯着某一些行业 某一些股票再看吧 是不是这样子 那先讲我们的标的物啊 是大型股呢 还是中型股 还是小型股 那这些工业呢 是pharmaceutical啦 或者是high tech啦 或者是basic material 请给我们指点一下 好的 那目前整个市场 大家可以像您所说的大型股 大型股 比如说科技股 像谷歌 亚马逊 FMG 像这种股票的话呢 它的作用的话呢 就是一个起到一个撑盘的一个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股价的话呢 呃 我认为向上发展的空间 其实还是有限的 呃 然后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的话呢 就是维稳 告诉大家 整个这个市场的话呢 还是不错的 对吧 呃 然后呢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低价位的股票 中小型的这些股票的话呢 会有一波这个非常好的行情 那么在之前的一两个多月 一两个月吧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盘股 或低价位股的一些 这个行情上的一些波动 那么像我们也是抓到了一些 那些人有的时候 不讲百分之四五十的那种股票 我们也 我们也操作过 呃 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 来讲的话呢 只要是说大金股 他们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把整个这个三大指数 维稳的话 呃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 低价位的股票的话呢 我认为会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行情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没有到那种 那种鸡犬升迁的这种这种这种境界 所以说呢 我认为整个这个市场呢 可以继续的向上去发展 毕竟从月线图也好 从周线图也好 它都是呈现出这种上涨的趋势嘛 上涨的趋势没有变化 所以说呢 就继续的按照 逢低介入去继续的看涨这个市场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市场也是面临的选举嘛 所以说呢 还是以北本为主嘛 第一个看涨嘛 嗯 好好 现在呢 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 它的代号是 INO 是一个Farmaceutical的公司 INO今天上涨6.42% 价格是20块7毛3 它不久之前是15块钱的股票 好的 INO的话呢 我如果关注我的绿湾财富的这个公众号的话呢 大家应该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是在公众号推荐了几支股票 当中呢 INO就是一支 那个时候的话呢 在3块多 哇 那现在的股票的话呢 我们局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调整吧 我认为合理的入场区间的话呢 应该是在15元左右 15元 对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呢 应该现在应该是可以 适当的一个观望 OK 好 那看第二支 也是 是Biotech医药股 代号是ALT 今天上涨15.72% 价格是26块06 好 请评论今天涨的这么多的这支Biotech的股票 好的 ALT的话呢 目前成 今天日内啊 重新做一个十字星 那么 之前的这个前三个交易日呢 是属于高位的横向整理 然后呢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继续的逢低介入 22块3毛5 就是一个支撑 然后呢 目标的话呢 呃 江湖他说股说的还是蛮厉害的哈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我们暂时的可以放在50元吧 50块 哇哦 OK 下面一支也是一个疫情股 代号是HHT 这位听众朋友说最近有下跌 是否可以再追加 HHT今天上涨4% 价位是1块3 今天曾经跌到 跌掉了2块钱以下 当然他今天是收在1块3 请评论 好的好的 呃 我觉得这位同学 嗯 这位投资朋友应该是对我的 很有很有关注的哈 哎 那么HHT的话呢 那么这档股上呢 日内呢 曾经出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支撑点的话呢 是在1块2 然后呢 主力的话呢 短线上的主力呢 在1块5 所以说呢 目前呢 这档股票成交量的话呢 还是蛮活跃的啊 所以说呢 从目前的整体的这个节奏上来讲 它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 还没有出现这种反转的信号 好 那么但是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看 这个能否借助整个这个疫情 它会 它会出现这个反转行情 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 嗯 好 下面要注意到的是 这一支股票 它的代号呢 是跟第一个问到的股票一样 但是排列组合不同 是NIO NIO今天下跌3.94% 等于14% 12块2是它今天的价格 好的 那NIO的话呢 这是未来汽车 做监控汽车的 然后呢 13块呢 是转期区间的一个主力 市仓的话呢 在11块半 那么整体上 目前来看的话呢 还是处于多方控环当中 但是我 我认为 目前这档股票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点的高 预计的话呢 它应该 合理的入场点位啊 应该是在10块2毛5左右 所以说呢 大家关注一下 看看8月初的这个市场上 这个如果 桥顶节奏出现的话 看这档股票 会不会出现一个 洗盘的节奏 嗯 OK 好好 那接着来看到的是 我做过ICHR 请查一下 ICHR 这个今天涨的也很多 上涨了9% 32块9 是今天收盘的点位 这个是一个 semiconduct equipment material的公司 ICHR 图表相当漂亮哦 嗯 是的 图表的话呢 相当的漂亮 目前面临的33元 33块半的一个趋势 现在一个 区间的一个 阻力的一个突破吧 那么它盘整的区间的话呢 是 呃 三年 三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 这档股票的话呢 可以逢一介入 然后呢 支撑 路长点的话呢 在 三十 三十一块半吧 那么 嗯 目标的话呢 我们可以放在 我们可以放在 50到60这个区间 哇哦 是它第一层的阻力吗 呃 我是看它的这个 横向盘整的这个 时间的一个跨度 嗯 那么横有多长 那么 数有多高 大概呢 预测 预测 预算出的点位的 应该是在60元左右吧 不过现在的话呢 就本月的行情 它是已经是 呃 超买了 还是还是逢低介入 市场呢 如果跌下来的话呢 大家不要慌 应该乐才行 哦 好好 因为呃 第一点就表示 这个股票调整的 已经不再是 overbought了 而是稳定下来 要继续 世续待发了 好 现在看今天盘货报业基的 Microsoft的今天呢 它是 在收盘小跌了 一毛六 在盘后上涨了一块三 Microsoft的价位 来到了203.9 请评论 它的图线还有近期的趋势 好的 那微软从月线扶上来看的话呢 已经给出了一个十字星 这是一个警示信号 向下的调整空间呢 还是蛮大的 第一支撑的话呢 是在190 第二支撑呢 在180 这都是 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合理的调整的一个 呃 一个点位吧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 对于微软的操作来讲的话呢 还是尽谨慎去做多 然后呢 逢低去逢低去介入 嗯 Cautious Optimistic 好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那今天有几位朋友问到的 一些股票的代号 我打进去找不到 不知道是为什么 原因一下 NKLA啦 NKDI啦 DOCH 都是在我的chart上面找不到的 好 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已经用完了 所以您现在看起来就是 两个礼拜之内 可能大家要收收手收收心 对吧 呃 是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自己没有前期错过的股票的话 或许在这两个礼拜呢 会有一个入场的机会 大家呢 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好的 JAYGENG001 是这个的微信号 希望我们旧金山的朋友 可以加这个公众号 好了 谢谢您 那我们下次再谈 好吧 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来访问的是 Top1Investment负责人 肩爪锅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范宇财经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说 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贷款利率 创历史新低 妈 想什么 赶快去 生日贷款最好的时机 马上连去范宇贷款 要贷款 找范宇 神很大 请洽范宇集团 888 831 8868 888 831 8868 西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b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西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好消息 最近贷款利率历史新低 Conforming 51万30年固定2.875 15年固定2.625 Jungbo Conforming 76万5千 30年固定3.125 15年固定2.75 无任何费用 51万出租房利率也是新低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408-315-9470-315-9470 或电邮到 Lee at LeeZenCorp.com 您是否正在卖房买房 五年以上没有检查白蚁 想处理白蚁又担心疫情 长城白蚁防治 现提供无接触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钥匙盒 进行空房检查 或为客户提供口罩 减少现场交流 通过电话邮件进行后续公通 想再搬家前处理掉白蚁 请早做打算 长城白蚁百里挑一 请联系408-881-4646 408-881-4646 日本富士智能按摩椅 顶级型折扣高达60% 为您的健康长寿 保驾护航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Charles Zhao 介绍房贷利率30年新低 如何把握重贷好时机 理财顾问7-2 奖息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 提前退休多倍收入 8月1号2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董燕杰房地产经济 Compass Real Estate Fremont三房2.5玉 独栋别墅1737平方尺 开价119万8千 650-867-1248 650-867-1248 BRE No.01377923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玩区 深得客服青睐 Rebecca Lim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Kendra G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采经天地 Kendra郭世坚 Kendra您好 周青的你们好 可能今天的经济消息 还有盘后报的业绩的消息 还有昨天联储局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还有他在 鲍威尔我们的联储局的主席 在会后对于记者会上面 所发表的言论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 第二季度的实际GDP数据的表明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在第二季度遭受到至少是 194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衰退了34% 这个是一个大事情 所以现在是成也疫情败也疫情 加州现在已经跳距到美国确诊案件 增加最快人数最多的一个州 所以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疫情已经延续了五个月 大家就抱有松懈之心 绝对不可以 我们都是见证历史的一名 所以我们现在呢 在历史的这个coronavirus的四行横行霸道的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保住自身的生命 自身的安全 就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了 让我们一起协力的提醒自己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一起共渡这个难关 那么现在看到前一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也是持续的增加 已经达到143万4 然后一部分的救济金呢已经同意了 还有一部分由于共和党民主党还在拉锯的争论之中也会有一些settlement的 11月大选川普总统他是希望能够延期 好种种的事情来讲 我们请Kandra来给我们解释 您心中的美国经济和利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OK从股票这个反应 我们讲所谓在我们的节目中讲的很多次都是所谓的 我不断强调的这个叫做大众智慧 所以我们从股市的这个行情之中呢 这个大众智慧呢 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并不存在太大的 当然我们讲股票这方面来讲呢 我们要它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变动性 也不完全决定于基本盘 变动性呢包括了就是说由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刺激经济计划 更多的货币流通 只是印了更多的钞票 那一部分呢也是助力导致这个股票的这个商量那个动力 这是其一 第二呢就是说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利息呢 也导致了股票呢也会上涨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我还是比较相信哈就是说 呃大众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呢决定股票这个上涨的原因呢 不会无缘无故的 它上涨的一个一个原因呢 也很可能的是是在市场上呢 呃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 包括第一次首次首 呃第一次首次领寻世界旧基金的这个人数啊 呃超浮超浮我们的义气啊 超浮的这个数量其实比我们义气中来的多的多 或者是说GDP衰退的更严重 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多的多 但市场的投资者都不是看重这一点 市场呢市场的股票这个上涨呢 主要原因是在市场上 Bed market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产品呢可能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现在这无论如何再怎么恶化 也最多这几个月的事情 这个我比较相信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赌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产品的这个开发呢 在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未来 并不是我们讲的 并不是几年之后才有这个发展 或者有多一年之后才有看到这个发展 我们现在讲的基本上是6个月到8个月左右呢 这市场上的Bedding 所以这个呢可以看得出这个股票这个行情呢 是完全反映出乐观的情绪 乐观的情绪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这次不管我们这个GDP衰退多多么严重 它市场上认为这是一个短期性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说最近这段时间所受到的这个 第一次首次领起失业救济金也是短期性的影响 它不影响美国整体的未来这个发展 什么叫做未来这个发展呢 就是第一 那信呢在未来的6个月到8个月之内 应该就是ready的 OK 我非常怀疑 一旦宣布了Version ready的这个时候 我搞不好股票还会大跌的 这个就是我一直很怀疑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就是我倒结的就是说 因为它已经billion在今天这个价钱 一旦落实了这个时候呢 反而会造成一个慢压 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可以期待的 也等于没什么好什么叫没有好消息的 就是说一旦百姓有了 那市场上很可能会失望的情绪跑出来 那是什么呢 大家觉得联储籍或者不需要再去做过度的这个刺激经济的这个计划 这些计划很可能会提早结束 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 在那个时候那种卖压的气氛 搞不好反而会更严重一些 搞不好那段时间股票还会下跌一点 现在市场上在堵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我信既然在未来这个半年到八个月之内给出来 但是联储籍或者是其他的央行的旧市这个计划呢 是延延不解还是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所看到就是说股票没怎么真正的这个信心 大幅度这个下跌 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说 股票这个持续的上涨也并不对 对于那个CHRB造成太大的影响 CHRB这个利息呢依然保持在低位的这个运行 而且我们房贷这个利息呢 还在不断创造一个新的这个历史的新低 新低的这个记录啊 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这个讲的这个时候呢 都比之前两个信息来的更低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整体这个市场上 这整体的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连 告诉我们就是说 市场还是以乐观的情绪 主导的 我们的情绪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啊 就是说我们很难猜测 有时候是好消息也 就像刚才所讲的 本期真的出来的 这反而是变成一个坏消息 对投资者来讲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意味着连这个央行的这个旧事可能提早结束 我们提早进入这个假期周期 我们讲的就是说 在有时候在现在最黑暗的时候 反而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市场充满期待的这个时候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股票可以大涨 利息可以大跌 这个就是我认为 所以在今天来讲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局面啊 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怀疑就是说 低利息政策会维持多长的这个时间 因为呢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就是说 一旦这个网信出来这个之后 真的有发展这个时候 央行停止这个旧事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早会停止 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 他敢吗 他敢吗 如果当然在短期室内还不会啊 最少他要看多一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去观察经济是否真正的回复 但我们现在不愿意来讲 认为至少两三年 两年左右都不会涨利息 但是我认为很可能过了这个一年这个时候 等事情回复到今年年初的这个发展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呢 那联储就有这个比较快速的加利息 这个就有可能 只要经济回复到今年年初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时候 联储其实必须加快脚步快速的加利息 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好 去年的这个利息 去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进展呢 是在比现在要高的 到最少2.5以上的这个利息的基础上 我们讲的这个成长啊 假设我们今天的这个利息 今天的经济活力回复到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候 但是呢我们别忘记我们现在是零利息 那这样这样子必然会导致的是什么 经济会加热 过热的这种现象会更明显 所以联储有必要在那个时候 快速的进入加加息的周期 而且这个加息必须要快 不是慢 因为这次减的快 到时候加回去的话 也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加回去 那将来就最少有提供一个弹药给政府 联储机将来有必要 今天再出现波动的时候它会减息 那我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维持一年都是肯定的 因为呢联储机必须观察就是说 这个我们一般讲了 经济有六个月的这个效应嘛 六个月效应就是说 等这一波周期疫情真的完全过去这个之后 最少要六个月之后 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出来 那加上六个月再加上给多六个月的观察期 那我认为呢一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讲下一次加息最少一年之后 事实上上普遍的会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最少是一年之后 很可能就有这种加息的这个压力就存在了 假设我们美国经济 你觉得GDP第二季度下跌34% 到了明年此时一年以后 可能会好转到零吗 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们应该就这样讲啊 就是说GDP如果是按照 如果每一个季度来看它成长得很快 因为我们讲明年的GDP 是以今年的基础来算的嘛 如果按照明年的这个GDP成长 按照今年这个GDP成长 然后明年就会高速的成长 这是必然的 因为呢今年的基础肯定是很低的 所以明年的GDP肯定成长的力度 可能要比今年要高得多 但是是否会回复到一个就是说 疫情之前的这个状态呢 我是有点的怀疑 但是股票市场上告诉我们是会的 股票市场是告诉我们是会的 但是会跟不会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讲啊 这是大众智慧告诉你会 现在是大众的投资者 真金白银拿出来买进股票的人 他们认为经济会反弹 会微型的反弹 我们就会回复到疫情之前的这个状态 是股票市场告诉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是说我个人来讲是有点怀疑 是否能够达到以前的这个level OK 那怀疑的营也很多嘛 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在基层嘛 那个现在来讲我们生活什么叫生活在基层呢 就是说我们第一贷款 从贷款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接触的各种行业的不同类型的人都有接触 都或者或者都有接触 我们接触的面相对于比那些分析师 或者是投资者来讲 我们讲大量的投资者 大的大型的投资者来讲 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这种接触 可能更广泛一些 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必然是让我们去接触更多 各行各业的人 所以在这个接触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是明显感觉到社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歧 分歧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了 因为股票的这个坏数的这个上涨 再加上这么低价的这个廉价的这个资金 到处泛滥这个市场 他们大量的这个这个机构呢 介入大量的平移的这个钱呢 创造新的这个财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待会有机会了 我们也也讲一讲这个股票的这个地产的这个行情 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是什么呢 有钱的人更有钱 但是呢我们讲的中下层的这个 很多的传统行业的人 会大量的倒闭 经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冲击之后呢 很多的这个企业 我们餐馆也好 我们所有的小型的这个这个 我们self and pride那种 大量的这个这些人呢 我觉得在未来这一波的冲击之中 会我相信对他们冲击非常致命的 好 那我们上半场将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了 那在进广告之前 我在把关于基层的我们的老百姓发生的一些问题呢 我来提出来 民主党是希望把600块钱美元的额外失业金 救济延长几个月 但是共和党员的就认为 这个会打消人们找工作的念头 他们也觉得有的人就觉得 我上班赚的还比不上班的要少 那我为什么要去上班 所以共和党的人呢 提议在政府失业补贴以外 将这项格外救济金 削减至每一个礼拜是200块钱 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分歧所在 好我们现在进段工商资讯 以后我们请Kendra 再把经济和利息联合在一起 来告诉我们 她认为利息将怎么样走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MCC万通贷款Charles Zhao 介绍房贷利率30年新低 如何把握重贷好时机 理财顾问Simonchu 奖息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 提前退休多倍收入 8月1号2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会比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了 屋主自住屋confirming on 30年固定3.125 20年固定3.0 15年固定2.75 superconfirming 3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投资房 confirmingloan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3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7月份 Cupertino Fremont 和Burlingame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webinar 网络开放日 指线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GMCC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 降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务梦 降低利率更帮助了客户实现 投资的梦想 月约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7月份 推出51万以下 confirming贷款地率 30年固定自住房 2.75%APR Jungle Confirming 725,000贷款额 自住房 30年固定 2.875%APR 无任何费用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Gugan MaxRai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Rai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 双双业绩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 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 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Pendra Gug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朋友们我们回来了 Kendra昨天就是在7月份的联储局FOMC的meeting的第二天 也公布了利息不变 这个也符合市场人士的要求 所以7月份的这个FOMC 事实上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non-event 那么之后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表会上面 他说的联储局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策略问题应该是由财政部拿起来承担 那您觉得他昨天说这个话有没有比较深远的意义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他在这个声明之中 我觉得比较倾向于乐观的这种情形 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语气之中 觉得联储局应该不会再进一步 提供一些刺激经济的这些财政账的这种手法 剩下的就是说靠财政部其他的地方去努力了 从联储局这个角度来讲 就应该不会采纳之前市场上所期待的这种互利息 或者是更激烈的这种财经手段 就是说从联储局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所做的工作或者我市场上的这个期待 就不应该有过高的这个期待 就是保持在今天这个level 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也可以通过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从联储局这个角度很可能也认为 这一波最恶最恶劣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可以讲 因为他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是一个乐观的情绪 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我儿子努力了 应该不 但他没讲明是否会更恶化 但是这中间他还断除了多讲 讲了一句就是 未来这个经济行情 那股计呢还是要继续观察 那很可能要继续观察这个 这个coronavirus 对经济的这个影响 会持续的发展 他还是要密切观察 但是从他背后所讲的这个 这个语调来讲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联储局应该不会有再更多的刺激这个计划 会包含在未来 可以看得到这个未来之内 而且是比较乐观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那他好像有这个甩锅的这个态度 他说剩下的方法应该交给 policy maker财政部来决定了 这个我反而是觉得 我不想这样去猜测联储局 是否有这样的这个意图 但是我比较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认为 他可能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 他觉得现在他能够做的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没有必要到联储局 再进一步干涉这个经济的迫切性 所以下一步是到联储局 我是这样子去理解 比较乐观的情绪 认为这一波恶化 会很快就会结束了 所以过度的财政的刺激 没有这个必要 好 那现在的贷款的利息 在Residential方面 还是50万之下的贷款的利率 back up by Freddie Make 还有Fannie Make 是比较优惠的 那其他的贷款还是比较保守的 是吧 我们应该是这样解释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变化 我们讲超过51万以上的利息 很逐步的追上 或者是甚至比51万还更好 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看到有一些银行 在利息上 其实应该是这样解释 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的这个银行在价钱上的 这个price and adjustment来讲 有一点改变 以前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这样investment investment property no put no cost 现在很紧张 大家听过 可能不再有银行offer 这种no put no cost 我也不建议大家做no put no cost 因为no put no cost 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不用更高的利息 去更加哪个rebit 放你去offset掉那种 就是说所谓的investment property 这个price and adjustment ok所以不一定拿到一个好利息 所以在今天这个环境之下呢 我们首先一个 就是跟大家说 首先一个刚才没有讲完的 就是在于就是说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来讲 我认为市场上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财富的重新分配 财富重新分配 就是我们发现的就是说 因为股票这种高起高落 它必然会造成新的 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有限亏的钱 有的人赚到钱 这个必然会造成 造成一个新的一波的 这个财富重新分配 但我们也发现的是说 最近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这个同样的问题 甚至觉得很frustrated的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客户 拿了pre approval 想做贷款前买房子 早一点时间可以 前几个月还可以买 觉得这个good deal 那现在来讲 突然间发现市场 一下子非常的抢手 甚至这个抢手这个程度 比今年年初的时候 最抢手的那段是还更抢手 那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很多人都理解就是说 inventry非常的少 很多人的卖家呢 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不想卖 或者原来 卖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 他会卖掉房子 帮到新房子去租 但现在将这个plan hold了一下 所以导致这个市场的供应 大量减少 那这个少的这个时候 再加上新的这个财富重新的分配 导致更多的买家有钱 经常去买 但是一发现 想买的这个时候 发现inventry非常的少 所以买家 这个量比以前增加的情况下 价格上涨 那这个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所看到这个现象啊 但是我们也也必须重新 这个现象是房价是在200万以下的 其实高价房子在最近这段时间 也是因为这里少吗 价位也在上涨 而且不单止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中间还牵涉到一句说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high-end的这个房子 在lay tahoe那边的这个房子 一些一些顶级的这个房子 因为我在那边有些联系 所以呢 在那边也发现了就是说 那边的房子比我们这边更抢手 因为我们不能讲比更抢手 就相对这个抢手这个力度 他比以前来讲 他们那个时候啊 来抢的多 以前来讲可能一个月只能卖一套一套房子 现在一个月可能卖三套四套 所以变得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量是增加 增加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三百的这种 这个volum增加在那边 房价在那边也涨得厉害 定价也在涨 所以呢 在layer来讲 其实相对来讲这个涨这个幅度 相对于那些期来讲啊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只不过呢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所讲就是说 这中间就是一部分的这个买家 是因为新的财富分配之中所赚到这个钱 让他们想将这个钱 卖掉这个之后可以将它 就是说 可以实现他们的买房子 这个转成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买卖 所以这个过去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力啊 导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 我想我们不能讲大涨 最早呢它没有怎么跌 甚至比之前年初的时候 还来得更高 还得更抢手 甚至这些黑暗的这个房子在过去这样也开始变得 开始变得 开始抢手 但是这个还是区域性的啊 就是说像一些manderview的地区来讲 还是相对来讲可能比较soft一些 就是因为 这中间来讲 你Google呢 就说可以要求你可以在家里工作 直到明年六月 那这个政策呢 还是我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就是说变得 原来想要买了一个房子 在Google附近工作的这些人呢 他可能这种迫切性呢 减慢了减少了 没有这必要 所以就少的人 愿意付出200万或者300万的这个房子 买manderview的这个房子 所以那一代来讲 行情相对来讲有比较软的 也比较就是软化一点的这种现象 好现在是7点56分 我们来讲一下利息 在重贷的人的话 那现在如果他不大希望 有appraiser进去自己的房子 这个问题做贷款的broker来讲 怎么样解决 怎么样compromise 现在来讲呢 基本的就是说在于银行呢 他们都会有一个严格的这个要求啊 那个appraiser呢 要戴上口罩啊 手套啊 进去去几两亿 你知道appraiser他本身也担心嘛 所以说不是指涉 但是有部分的这个论 假设你是属于Fedimate 或Fedimate Fedimate 对不起 Fedimate拥有的话呢 那他可以通过Asteel drive-by 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弄属属于Fedimate 他并不属于Fedimate 所以Fedimate unfortunately 还是需要你进房子 进屋去 去inspect这个房子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然他们都会戴上脚套啊 手套啊 还是眼罩啊 这个也有眼罩啊 有等等这些设备啊 基本上每做完一家 他们的设备都会换掉 但是我们不懂是百分之一百是这样子的 但是基本上他们原则上 财产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措施 现在看起来利息是怎么样的 今天利息呢 已经再次创造了新的这个利息的新低 我们讲的这个利息呢 这个利息呢 如果是51万以下的最低的利息 我们能够做的是2.65的这个利息 那15年固定最低的利息能够做到2.25 哦 2.25啊 对对对对 30年固定最低的这个利息 我们能够做到 如果是high balance 就超过51万以上的话 最低的利息也是在2.65到2.75之间啊 我们如果更加坚信 就跟那个肯定在2.75左右 这个这个30年固定 但是我们有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也几乎还是做2.65的这个利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15年固定 如果是超过51万以上的话呢 最低利息 我们能够做到 都是2.25 我们就是指bass scenario 2.25不是比prime都要低了吗 是是是是 但是大家一定是bass scenario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是51万的话呢 是接近51万 不是29万啊 30万啊 30来万的贷款是做不到这么低的利息 我们讲就是必须是 以50万左右的这个range里面 做到那个利息 或者是以76万5这个range里面 做到这个利息 跟我所抱的这个利息 所以投资房子 我们刚才所讲啊 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呢 是付point 或者是付closing cost 哪更低的这个利息 这个呢 在今天来讲 我认为是 is not a bad option 假设呢 这里你的贷款利息现在是 比如说我们想讲啊 就是说你现在的利息是3.75 3.875 还剩30秒钟 好 好 那我们有个最低的这个利息呢 我觉得我们最近刚所定一个利息 一个客户呢 是2.82的利息 我们2.77的利息 对不起 给他利息 那对方应付两个point ok 那是cost 是我们帮他付 ok 是no cost 那2point 这利息是2.77 investment property 就是51万左右的这个贷款 能够做到最低的利息 那每一年可以省下一个point 这两个point呢 未来这两年之内又省回来了 我们所做的这个30点固定利息 好的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贷款有任何的需要的话 请致电Kendra 他能够解释并且为您制作一套方案 408-218-9760 那如果是电邮的话 Kendra008 at Yahoo.com 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你 祝您健康晚安 下次再谈 拜拜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平常 谢谢大家 欢迎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借助 我们赞助 您的支持 我们赞助 我们赞助 下转网 我们赞助 我们赞助 下转网 我们赞助 下转网 我们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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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